初二回娘家 我相信他一定有个典故 那廖老师这边了解这个典故 是怎么回事 其实初二回娘家 本来是一个美意 就是说 其实古代就有 古代就有那一个 我们就不说 我们讲比较近代的 就是朱元璋 朱元璋其实就是甘苦的孩子 然后怕天塌 对不对 明朝的开朝皇帝 对 明朝 然后他就是甘苦 所以他会有一点劣劣 包括不能贪污什么等等 他都很讲究 那他有一个女儿 就是马后很疼 就叫心惯用 又是朱元璋的女儿 没人敢说怎么办 那这个女儿就是 过年的时候 想要就除夕就要回来 你知道吗 那朱元璋就说 你嫁出去了 你要在婆家帮忙做家事 你要有这个礼数 怎么可以除夕就回来 然后他就说不行啊 那我要回去过年 我要回去过年 三个你知道吗 他就说那好 可以 除夕你要在家 做人的媳妇 找他也要拜拜 因为初一世 大家要拜拜 很重要的日子 他说你们夫家也要拜拜 你不能回来 好 这样带你 让你找他回来 这个典故是这样来的 是这样来的 对 是一个美意 是这样一个美意来的 初二回娘家 是有禁忌跟习俗的 是 是 来 我们来了解一下 第一 好 回到娘家 你没有 回到娘家 第一 不要睡午觉 为什么 这会让人家觉得 你整年都很懒散 四月孕 恐怕会受影响 你回去有困难到吗 没有 对对对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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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也过年回 当然回娘家很高兴 所以大概不会去睡午觉了 是 可是如果睡午午觉 刚好也是补眠的好司机 对 过年一定不补眠 大家要补眠 对不对 好 那么第二个是 忌讳单数 红包跟变手要双数 单数被认为不吉利 恐怕会影响 娘家的运势 所以每天都要买 双双对对 双双对对 万年富贵 好 那另外呢 就是要宴请你续 要在中午 为什么 因为晚餐你续会吃很多 不是 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嫁出去的女儿是客人 如果留到晚餐的时间 传统认为 会把娘家吃到底 夹到对 都吃晚餐耶 怎么办 晚餐耶 对喔 我们都吃晚餐 这样喔 你就是回家要夹到对 夹到对 对不对 好 那另外呢 我猜啦 这个可能都是因为以前很穷 对不对 对 那当然现在人都很 比较富裕了嘛 另外是岳母送礼 美国很多喔 你若是嫁出了一年以来 女儿回娘家 那岳母会准备两只鸡 送给女儿你去 期盼你们早生贵子 为什么送鸡是早生贵子啊 可以吗 为什么 送鸡为什么要早生贵子 不得考 早生贵子 其实送鸡它的含义还蛮多的 就是说 现在是有起鸡的意思 起鸡 起鸡 对 让你的家印越来越好 越发达的意思 是 那另外如果是第一次带孙子回来 则会送鸡腿 为什么再讲一下 因为以前其实这是古代的习俗 我们现在吃鸡腿便当都吃到惊 你知道吗 以前要吃一支鸡腿 哪有可能 农业时代要吃鸡腿都 过年的时候才有了 所以孙子 所以孙子特别疼孙子 让他吃鸡腿 那是老婆在旁边又两粒露两 对 真的 那最后一个是 没有办法回娘家的话 你要先寄回旧衣服来代替 那是切鸡腿你不懂得回娘家 你可以选在农历二月二号的时候 农历再回去 但要先寄穿过的衣服 回娘家当代表 有这种习俗 听起来郑大哥 有刚才很疼的 还有一些习俗 说催俗的时候 不要看病 不要打针 不要开刀 对 对不对 还有说出一一起床 不要吃稀饭 那个吃的会穷一辈子 稀饭会穷一辈子 稀饭是穷人在吃 习俗啦 夭壽 现在台南城我吃饭已经两百了 还有说不要煮新的饭 不要大年初一再煮新的饭 代表说去年的东西 没穿 所以你要吃前一天晚上留下来的饭 穿饭 热一下可以 但可以吃很多就对了 还有得吃 还有初一初二也不能洗衣服 因为那个水神的生日 再初一初二 对 我这是网路上找到的资料 我没有研究 你有做功课 有 还有不要洗头 不要洗衣服 因为会把财运洗掉 不要洗脑 这冻不掉 真的 其实真的 这都跟以前有关系 像吴老师刚刚在讲 就是说要穿饭 穿到明天 够重够 穿鱼再吃 那是因为农业社会 很怕没风修 对 那你除夕 像这个饭这样 很脆糟 很丰富 然后到初一就是 我上年的风修 延续到明年都会大丰收 对 那以前其实说要洗身体洗头 为什么说不要洗澡洗头 以前你没想到 我们现在热水器 一个开下去洗得这样 以前就要再去沾水 再说凉到好 一个年就过了一半 所以他们觉得说年结 有很多要拜拜的事 比较重要 所以这一些都省略了 不要在那时候浪费时间 这有点 真的啊 我四人就要过年 那过年的气氛 大概从农历的十二月中 就开始期待 我们把我们母子 就先去吃准备 是 都吃不少 因为要吃甜粿 要吃甜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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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菜桃粿 薄瓜粿 什么一堆 很多粿粿 所以你就觉得 他开始在买米 所以就会过你的气氛了 对 对 然后接下来就说今年的 最后一个菜 要帮整整整的五个 要帮整个up 鸡仔 这样子 你想一想 要吃饱的时候 大家进去比赛 所以现在已经在吃饱了 你拜完 你聽到那個聲音 就有一種快樂 對 就很黏潔氣氛 對 然後我生日要穿幾個符 但是我都覺得說 過年雞肉啦 魚肉都吃到蒸過 對 都沒有青了 對 所以你剛剛講要春 現在是以前的時代 現在就要新鮮啦 對 要新鮮 不一樣的 是 那BB是這個 你說你第一年結婚 過年要回娘家的時候 你是發生什麼事 對 就是因為 剛剛跟大家分享 就是長輩的那個故事 待我們家就是影響太深了 對 所以我那時候要回家的時候 我弟就特別跟我說 姐姐 你忘了有那個故事嗎 所以你一定要 初二才可以回來喔 然後我就想說好 但是因為在台北 真的太無聊 因為我們南部就是人很多 就會習慣 大家會玩麻將啊 對不對 然後玩拍 你分臨嘛 對啊 分臨哪裡 就四湖那邊 四湖 對 台西四湖那邊 所以就會很想要跟人家 大家一起賭博 然後在台北真的太無聊 所以就一直想說 好 我要回去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說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初一啊 我們就是開夜車回去 過十二點回去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想要邊開邊玩 結果沒想到過年的時候 很多店都沒有開 你要玩 你也不知道去哪邊玩 然後又一路暢通 可能大家都在家玩嘛 所以都車上 路上沒什麼車 我們就太順暢 十一點就到家門口 可是又還有一個小時 不敢進去 因為我一定要過十二點 因為我弟一直提醒我這件事情 然後他說 不然我跟你說 如果你太早回來 以後家裡面發生什麼事 一定會怪到你身上 我覺得我弟講得很有道理 所以我就跟我老公 我們就開始在外面逗留 就去公園啊 去廟啊 因為廟其實過年的時候 都很多人 就這樣子 一直等到十二點零一分 才踏入那個家門 然後 還要看時間 對 因為我們就想 終於十二點 很開心 然後這件事情呢 就被我們家其他長輩知道 我們家其他長輩 就開始罵我爸媽 就說你怎麼會 就什麼年代了 你還讓你女兒遵守這個 初二才能回娘家 這個習俗 他就說那個是以前 你要開放啊 你現在要像現代人一樣 不要這樣限制女兒 就是這樣你們家 一直都很好你知道嗎 真的 真的 那天 那天因為這樣半小時 你把它打一遍 我們就完蛋了 對